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是大雄 今天我们将进行一场深入的国际时事分析 乌安战场依旧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俄乌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 而美国政坛的动荡也给国际局势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拜登总统的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的决定震惊了世界 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美国国会演讲 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我们将从这些重大事件开始 逐步探讨其背后的深层次的意义 和可能的未来发展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乌坎战场的最新情况 乌军第31机械化旅在阿弗迪布卡附近的T地区 险些被包围 幸运的是,他们最终成功突围 这次行动展示了乌军在战场上极高的应变能力和战术灵活性 在面对俄军的强大压力时 乌军不仅保持了冷静 还能够有效的利用炮兵支援和无人机侦察等先进技术手段 成功撤离了危险区 这样的表现不仅避免了重大的损失 也使乌军在战场上占据了主动地位 与此同时,俄军对顿战茨克地区的普拉西夫卡乌军第79空中突击旅 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装甲进攻 俄军派出11辆坦克,45辆装甲运兵车 一辆DMPT终结者战车,12辆摩托车以及约200名步兵 企图通过大规模的装甲突击打破乌军的防线 然而,乌军早有准备,利用远程火炮 自杀是无人机和地雷等多种手段 成功阻击了俄军的进攻 这次战斗中,俄军损失了6辆坦克和7辆装甲车 人员损失也非常的惨重 这场战役再次证明了 乌军在防御战术上的卓越表现 而俄军在战术和装备上的不足,则显得尤为明显 在海上,乌海的战略打击也颇有成效 乌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斯拉维亚宁号杜伦 这艘杜伦对于俄军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它是俄军运输重型物资的重要工具 此次袭击不仅破坏了俄军的后勤补给线路 还迫使所有俄罗斯军舰撤离亚索海 乌韩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普列腾丘克表示 这次袭击对俄军的海上运输造成了致命打击 是乌军战略的一部分 旨在削弱俄军的后勤支持能力 这种精确打击显示了乌军的战略显光和灵活应对能力 而在国际社会层面 支持乌韩的声音越来越大 欧盟和美国即将达成将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的协议 这笔资金将通过世界银行拨付 用于支持乌韩的经济和军事防御 捷克也启动了第二个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计划 预计在假计交付10万枚炮弹 这些援助不仅为乌克兰提供了积蓄的资源 也向俄罗斯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 国际社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 这种国际支持的增加进一步的孤立了俄罗斯 也提升了乌克兰的士气和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总统拜登的决定无疑是一个重磅的消息 拜登在白宫椭言型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讲 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 这决定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拜登在讲话中表示 虽然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继续领导国家 但为了美国的未来 他决定将火炬传递给新一代领导人 他强调这一决定是为了捍卫美国的民主制度 而不是个人的政治成就 他还特别提到副总统贺锦丽 称他经验丰富 坚韧也有能力 这无疑是在为贺锦丽未来的政治生涯铺路 拜登的这一决定 闪失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深思熟虑的态度 作为一个资深政治家 拜登选择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做出这样的决定 显示了他对国家未来的关切和责任感 他在演讲中还重申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表示美国将继续团结国际盟友 阻止俄罗斯的弃劣行为 这不仅表明了拜登政府 在国际事务中的坚定立场 也传递了一个信息 美国不会在国际压力下退缩 将继续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拜登的退选决定 无疑为美国政坛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 未来的总统竞选将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特别是在民主党内部 谁将成为新的领军人物成为焦点 贺锦丽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但他并非唯一的候选人 其他有志于竞选总统的民主党政治家 也将积极的争取党内的支持 而对于共和党来说 这也是一个重新审视和调整策略的时机 他们需要找到一个 能够在未来总统选举中 与民主党对抗的强有力的候选人 美国的政治格局可能会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也成为热点话题 这次演讲获得了多达50次的全体起立鼓掌 显示了内塔尼亚胡的演讲感染力 和以色列在美国政坛的重要地位 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提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诺亚阿玛尼 这位刚刚被营救的中国血统女孩的故事 感动了许多人 内塔尼亚胡的演讲 不仅巩固了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展示了以色列在中东事务中的关键角色 在全球范围内 当前的国际局势充满了变数和挑战 乌坎战场的局势依然紧张 俄乌双方都在为各自的利益而战 乌军在战场上展示了强大的防御能力 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而乌军则面临着战术上的困境 和国际社会的压力 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不断的增强 这无疑给乌克兰带来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 同时拜登的退选为美国未来的政治格局 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 未来几个月将是决定性的时期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每一个关键事件的进展 乌克兰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支持 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战略能力和决策 俄罗斯的行动将继续受到全球密切关注 特别是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军事和经济压力的情况下 美国的政治格局也将迎来新的变化 这不仅影响美国国内的政策走向 也会对全球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雄在此想说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上 每一个国家和能导人的选择 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的关注和分析这些动态 了解每一个关键决策的背景和可能的影响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大雄的节目 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国际时事分析和报道 记得点赞评论和分享 让更多人了解这场全球大戏的最新进展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